说起窝笋,肯定好多人都见过,吃过。 它不管是买回来在家炒着吃,还是去火锅店点一盘涮着吃,都有其独特的风味。 它的口感爽脆,久煮不烂,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每次我在吃油腻的食物的时候,都喜欢被点窝笋片放在一边,让它带走嘴里那种腻乎乎的感觉。 窝笋不仅口感清爽,营养价值也非常丰富,被人们誉为千斤菜,含有大量膳食纤维,能够调理肠胃不适。 其中含有的铁元素,易于吸收,可防止缺铁性贫穴,提高代谢能力,提高免疫力。 你所喜爱的窝笋,确定是窝笋吗? 好多人都会把窝菊跟窝笋弄混,认为它们两个本来就是同一种蔬菜。 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其实不然,虽然它俩都姓窝,只有一字之差,但是窝菊和窝笋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今天我就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窝笋和窝菊,看看差别到底在哪里。 咱们先来看一下窝菊。窝菊严格来说是菊科窝菊属植物,属于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 花果期二至九月,原产地中海沿岸,现在中国各地均有栽培,属耐寒效蔬菜。 洗冷凉气后,不耐高温,洗湿润,且需肥量较大,一再有机制丰富,饱水饱肥的粘制壤土中生长,可食用,味道鲜美。 口感爽脆,是较为普及的一种蔬菜。 不过,目前栽培的窝菊主要有三个变种,已经不是之前的窝菊了。 变种一,窝笋。 虽然窝笋和窝菊同属菊科窝菊属植物,但从品种上来说,窝笋是窝菊的衍生变种。 一般我们使用窝笋的时候,都是吃它的精,所以它又被称为精用窝菊。 精皮白绿色,精肉质脆嫩,又嫩精脆绿,成熟后,转变白绿色。 主要使用肉质嫩精,可生食,凉拌,炒食。 干质和腌渍,嫩叶也可使用。 除了窝笋之外,窝菊还衍生出了另外两类品种。 这两类品种就跟窝笋的吃法不太一样了,它们最主要的价值就是叶子。 下面就来看看这两类品种是什么吧。 变种二,生菜。 大家看到这儿可能会有疑问了,咱们不是说窝菊吗? 为什么又出现个生菜? 其实大家所熟知的生菜也是窝菊的变种之一,又称夜用窝菊,属菊科窝菊。 生菜最早产自欧中地中海沿岸,是由野生品种驯化而来的。 古希腊人、罗马人最早食用。 生菜传入中国的历史较悠久。 东南沿海,特别是大城市近郊,两广地区栽培较多。 近年来,栽培面积迅速扩大。 生菜也由宾馆饭店进入寻常百姓的餐桌。 生菜为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作物。 叶长到卵形,密集成甘蓝状叶球,可生食。 脆嫩爽口,略甜,一叶的生长形态,又可分为结球生菜,昼叶生菜和直立生菜。 看到这儿,朋友们都明白我为什么提到生菜了吧。 变种三,卷心蜗具。 卷心蜗具又被称为结球蜗具,属于叶用蜗具的一种,叶圆形,彼此抱卷成甘蓝式叶球。 平常我们都会用它炒个菜,煲个汤,味道很不错。 它的外形跟卷心菜很相似,但它不是卷心菜,而是从蜗具属衍生出来的变种。 自从蜗具被引入中国后,卷心蜗具就被发现了,随后慢慢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总结,虽说蜗具和蜗笋之间只相差了一个字,但它们俩从始至终都不是同一个蔬菜。 蜗具只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分为精用蜗具和业用蜗具,而蜗笋只是蜗具衍生出来的一个精用蜗具变种而已。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种蜗笋的最好吃做法,口感爽脆。 什么时候吃都是一蜗笋炒肉片,所需食材,蜗笋一根,红椒一个, 猪瘦肉一块,小葱一根,生姜一小块,大蒜三者四粒,鸡蛋青半个。 1. 窝笋削皮后,改刀切成菱形片。 红椒也切成菱形片。 2. 小葱切成段。 生姜切成蒜片。 大蒜切成蒜片,一起放入盆中备用。 3. 猪瘦肉切成薄片。 接下来,把肉片腌制一下,盆里加入食盐、胡椒粉、料酒各适量。 3. 猪瘦肉切成薄片。 用手抓匀。 3. 猪瘦肉切成薄片。 3. 切成薄片。 再倒入半个姬蛋青拌匀。 再加入玉米淀粉 拌均匀 最后加入植物油 放在一边腌制10分钟 4.锅中烧水 加入食盐入底味 加入少许植物油 水开后下入莴笋和红椒 焯水30秒关火捞出 5.另起锅添入食用油 油温4成热时下入腌好的肉片 等肉片定型变色以后倒出控油 锅中再添入少许食用油 放入葱姜蒜爆香 倒入肉片分炒 再倒入莴笋和红椒 开大火快速翻炒30秒 6.下面开始调味 加入食盐2克 鸡精2克 白糖1克提鲜 继续翻炒均匀 烹入生抽5克提鲜 翻炒几下 搁入水淀粉 起锅前淋入少许明油 简单翻炒几下 美味即成 但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莴笋营养丰富 具有利五脏通经络 轻胃热 轻热裂尿的功效 但是脾胃虚寒 以及眼疾患者不宜使用 否则可能对身体造成影响 加重病情 莴笋性凉 并且含有的植物纤维素 比较丰富 如果你患有胃肠道疾病 如12指肠溃疡 胃溃疡等疾病 过量使用莴笋 可能会对胃肠造成负担 严重的还会引起胃肠不适 可能会出现病情加重的情况 而且还可能会引起腹部疼痛 以及恶心 呕吐 食欲减退等症状 值得一提的是 胃肠道疾病人群 通常并不是绝对不能使用莴笋 可以过一段时间身体好转后 再适量使用莴笋 不用过于担心 莴笋中含有的营养成分比较丰富 含有胡萝卜素和丰富的钙 以及林 并且含有的植物纤维素比较丰富 通常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 起到助消化的作用 但要注意 虽然污损有一定的好处 在使用时要注意适量 避免使用过多 造成消化不良的症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大家一起互相学习交流 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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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